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天講講採元叔的一生 盡量找到的資料跟大家講一下 懷面一下這位故人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的Play Sean 今天講講採元叔 OK仔把這個消息發給我 我立即想起 我的好朋友李淵華小姐 立即在WhatsApp發給他 因為我對採元叔的記憶 我這個年紀是Kaila家 我想起她們是長期演父女 所以立即發給她 李淵華小姐也很不開心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她分享她和採元叔的點滴 我如何安慰她呢 她看她很不開心 其實我對生死已經是看破 我說人世間 種種的物質任何的物質都是暫時性的 所以就節哀順變 希望各位 亦都說 有一位禪師說過 如果你在一些事上 感覺到變化覺得不開心 只不過你是 對事物有一種永恆的錯覺 人就是如此 無論你聽到我也好 你也好 你眼前看到所有的物質物件也好 其實她也是有時限的 人時間有長短 但最重要的是她本身 她一生中得到幾大的成就 我們今天慢慢去憑調一下 採元先生的一生 我就馬上找回 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那個終身成就獎 和OK仔看得到 獲益良多 是的 她的金句令到在我平時說一些 什麼事都說 管他天下千萬事 行來興笑兩三星 做人 最重要就是這樣 這句說話 活在當下的大家 真的很有用 沒錯 真的獲益良多 好 其實未看過之前 我對她的印象 只不過是卡拉OK的白頭佬 當然她是很有才氣的導演 但人生也有些喜喜樂樂 她也試過成為最厲害的導演 也成為被人封過她做最差的導演 她和方逸華好像是有點牙齒印 她也說過我們今天懷面一下 採元先生的一生 採元先生原名是張寶堅 生於1934年10月8日 她爸爸很出名 粵劇界演員 粵語片 粵語片 不粵劇 她這裡寫粵劇片 粵語片 她這裡寫粵劇片 可能是劇集 她寫粵劇片 粵語片應該就是 她爸爸是張活柔 她老婆是藍紅 藍紅也是花彈 美女 當年採元和導演李漢祥 胡金泉 張徹就譽為四大 四大歲 大歲即是下棋的歲 即是最厲害的人 香港武俠片開山秘組 1956年就投身粵語電影編劇工作 筆名就是泰宇 別號叫張寶仔 之後參與一個幕前的工作 她享年87歲 2012年 採元就說 幻想腦退化症 說是這樣說的 曾經她家人出來澄清過 你看她2018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中生成就長的支持 你又覺得她有沒有腦退化呢 我覺得她說話絕對比我更厲害 是啊 她從出來說話到她說完 起承喘合 那種氣度 氣度 所有的次序編排 停頓位 這麼厲害的人 為什麼厲害 很難說 不過 可能她說話 寫話 可能照顧自己 不行 或者經常忘記的事情 都不知道 很難說 沒錯 很多金句 都很值得人回味 她教我們 當你回首往事 不因滴滴無能而悔恨 不謂虛道連華而羞恥 你可以很驕傲地跟自己說 你無悔此生 大家 可能這些都是跟你為老人家學習的 很多演藝人都是悼念 很多 譬如 我剛才說過她最廣為人知的 就是卡拉OK的白頭佬 我問OK仔 你對蔡元叔有什麼印象 我愛羅蘭道 我愛羅蘭道 有錢外父 做得比有錢外父 賭王還是賭神 那些是摺紮戒指的 拿手指尾摺紮戒指的 我對蔡元叔的印象 除了白頭佬之外 卡拉OK 還有她們的大頭龍衣豆薑屎 那時候你看回那套戲 鄭秀文那時候很漂亮 每個人都很年輕 對呀 卡拉OK的全部都很年輕 吳鎮宇那些年輕 對呀 每個人都很年輕 其實她拍過的電影真的有無數 多情劍客無情劍 三少爺的劍 男主角記得是誰嗎 誰 耳東星 流星蝴蝶劍 天涯明月刀 楚流香 白玉老虎 到了1991年 就轉做幕前的 就是卡拉OK 原來是第一部劇集 那部是我們看的 第一部劇集 你看她好像一個很厲害的演員 但那時候 那套戲很好看 我們年輕人 我覺得這套戲很好看 拍牌 拍牌 當年的監製 潘家德 大讚她專業 她一部劇集 會分三部份創作 首先是劇本 其次是導演 最後是演員 劇本去到演員手 很應該用角色的心態 創作一次 將對白照讀一趟 都不會是好事 就這樣 搬自過子 而彩元叔 最能夠帶出那種氣氛 令大家參與創作 以增加可觀性為中心 這個可能 你看看你遠懷會說很多很多 這套劇是播了227集 1991年首播 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尤其是主題曲 有時間了 看電視 看看今天 今集說什麼 說什麼 然後回家 香港的 有很多專制禁忌 現在都會唱 那時候真的天天播 失魂飛 你自然 拿著彈卷 你自然都會說幾句 人人都會說兩句 主題曲是深入民心 劇中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題 其實就像現在那些 類似愛回家 類似愛回家 但那時候我感覺上是星光泣泣很多 而且他們 我們覺得愛回家很一集一集 是 他又有少少 有練的 有少少練的 只要你的愛回家 直接搞到去古裝 沒得比的 沒得比的 你想想 影帝 電影女主角 是不是 蔡元大導演 沒錯 弟弟也是歌手 那時候 酒杯敲鋼琴 是不同的 其實本身是處境劇 但到了80集開始 就慢慢變成一部不合常理的瘋狂喜劇 那時候越玩越跳脫 但他很有趣 但他真的有趣 你看看那時候李淵華的樣子 很年輕 很年輕 大家可以上網回味一下 看到有些年紀大的藝人 都表示痛心 好像羅蘭姐說 十一千 才跟他老婆 藍紅打電話 當時沒有提及過 採元先生有事 胡鋒 貴為現在娛樂圈 年紀最大的藝人 他說少一個老朋友 也感到難過 難捨採元叔 他說多年前 約過採元出來喝茶 之後就沒有再見面 他說原來採元還比他小兩歲 已經是六十年的老朋友 他說現在少一個老朋友 當然難過 至於羅蘭姐說 多次問採元離世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 他可能覺得 他不相信 你知道網上有很多假事 因為不知道真還是假 他沒有聽過他有什麼大病 因為十天前 才跟他老婆 藍紅談過電話 對方也沒有提及他有事 或者入院 但是說很久沒有見面 而汪明荃早前 曾經跟採元叔 合作過一套 叫做 玄月灣都 他表示很久沒有見面 因為採元本身 是很少出街的 加上 汪阿姐 是拍電視多 她少拍電影 大家甚少來往 不過對方是大導演 拍過很多粵語國語片 是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很多作品 就是廣為人知 而連薛家宴 加燕姐 二十多年前 曾經採元在真情中 合作過的薛家宴 有拍過真情的採元 這個真的不清楚 他這裡報道是這樣寫的 聽到消息之後 薛家宴相當難過 他表示 聽到採元叔 離開了 當然很難過 因為二十多年前 他是合作過 對 他做拿督的 那個角色 妹妹 對 拿督 不說不記得 真的有 有做過真情 採元 之後很少見到他 反而經常見到 他老婆 他叫她美姐 採元太太 南紅叫美姐 他說 很多時候 我們一起剪頭髮 和一間理髮店 看到他老婆 也有問候 採元叔 還有幾次 跟曾光 修哥 一起吃飯 南紅都在 都說 想請來採元叔 他說他現在很少出來應酬 很久都不見他 他突然間聽到這個消息 就很難過 因為他是一個在演藝界 很成功的製作人 他在導演方面 很多出色的電影 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跟他合作是獲益良多的 但沒辦法 年紀大 也有點病痛 我問候了他老婆 WhatsApp給他 跟他家人講節哀 順便 跟阿袁採元叔一直好走 而羅琳也在真情 跟他合作過 得知對方的離世 也表示這個消息很突然 很難過 但他這幾年都沒有接觸過對方 他說採元叔是一個很親切的人 沒有架子 也很願意分享他個人的經驗 而王德斌也在真情 跟他合作過 印象中也說採元叔是親切友善 直言對方是電影史上 舉足輕重的人物 希望對方一直好走 這裡報紙說到 身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李遠華 他感到十分詫異 因為他說 上年八月回來香港 他跟採元叔有喝過茶 我昨天WhatsApp 他也說他剛剛才有 上年回來香港的時候 有找過採元叔 他跟大連初二打電話給他拜年 他說當時他也是很精靈的 對答如流 兩個人因為演了這麼久 父女 他們也是用父女相稱 因為李遠華至少是父親過世 所以特別尊敬他 當他是父親 他說每次回來香港一定會跟他見面 對於這個死訊感到十分惡然 聲調是吞煙 不斷說很難過很難過 他不斷不斷 我真的不知如何安慰他 我都明白 始終舊時TVB 他們做這些 一家人的處境劇 對 先說一說 跟正 剛才我說 鎖元那套是 爛倒英雄 不是我愛羅蘭道 都是阿叻的 那些戲 因為 這個爛倒英雄 都是叫羅蘭道 阿叻也是叫羅蘭道 也是那套十三章的 明白的 黃晶的東西是這樣的 原來黃晶也 認他是契師傅 讚文悼念他 就說在他身上學了一輩子夠用的東西 就像剛才那句說話 一輩子夠用 最初的金句 相信對大家也是 真的 有些說話 好像真剔一樣 永遠都是對的 是的 那他說的話 就是很有墨水 很有才氣 很有才情 對一些聰明的前輩 我們要好好在他身上學習 黃晶在這個社交網 亦都留言哀悼 我說聰明的前輩 是釵元叔 剛剛聽到 他說釵元先生去世 他是一位很尊重的導師 在邵氏期間 他是開早班 而釵元是開夜班 他一收工就看到他入廠 他說在放飯的時候 他永遠都在棵棚裡吃 一盒飯 那個棵棚很大 他相差二十幾年的兩個人 每天都在那裡聊一個小時 他說在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一輩子都夠用 學到的不是拍電影 是做人 處世很多哲學 都是借鏡於黃晶的 教他編劇的劉天賜 是他的師父 所以 他喜歡叫他做契師傅 因為他師傅就是認一個人 他覺得劉天賜是他的師傅 他就是契師傅 說李小龍Be Water 我認為釵元更加Be Water 他說什麼環境 什麼潮流 大風大浪 他都能夠適應 也說他也揭起了一陣旋風 而且他本身是一個文藝青年 聽他說話也知道 對 開口閉口的傳媒 真的出口成文 對 他也是文章 這一生 他說他相信契師傅就是蔡元 絕對是無憾 願一路好走 他日有緣再聚 連李力池也讚文 經歷大喜大樂中橫台前幕後 對演藝影視圈貢獻良多 充滿大智慧的前輩 特別關照後輩 實至名歸香港大導演 永遠懷念蔡元叔 很多人懷念 連鄭秀文也懷念 大頭綠衣斗殭屍 當時他是女主角 是否當女鬼 鄭秀文 很記得 我記得是 前小豪是男主角 我記得 前小豪也視坐原為啟蒙師傅 Sami和前小豪一起拍過那一套 一起在社交網上留言悼念 出道剛好沒來 只是當時鄭秀文肥 多麼嚴重 現在就瘦了 Sami這樣寫 他說 那是蔡元叔一路好走 我在出道之初有幸和你一起演出大頭綠衣斗殭屍 你仁慈幽默愛護後輩 讓當時初出茅牢的我 不但不敢壓力 甚至被鼓舞了演出 在你身上 也見證了專業的意義 衷心感謝你為我們留下了者摩多美好 而令人難忘的作品 謝謝你 願你安息 前小豪表示 聽到蔡元叔離世的消息 一時間很難接受 之前沒有聽過蔡元叔有病 對方是他的啟蒙師傅 早年在邵氏時期 也聽過師傅做導演的威力 最深刻的是TVB合作的大頭綠衣斗殭屍 蔡元叔是做他師傅的 教他很多東西 他人是沒有價值的 視後輩為小朋友 蔡元師傅也玩了一份 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你看他也是一個很樂天開心的人 對 你覺得他做幕前也好 你見他拍戲也是 沒錯 余安安原來演過很多蔡元叔的電影 余安安拍過多部蔡元執道的電影 等位置的時候 他最愛去迪龍家打麻將 說回他以前的日視 余安安 原來剛才說的三少爺的劍 以東星做男主角 就是他做女主角 余安安當時也很漂亮 多情劍客無情劍 倚天屠龍記 也是他有份 他說流言哀悼 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 他說都是初出道的時候 很多初出道的大明星 都是跟蔡元叔合作 只可以這麼說 其實蔡元叔的電影 是捧了很多大明星出來的 他說當時在邵氏拍過這位導演好幾部電影 他很疼他 他說最記得打光的時候 他說因為世界光要打幾個小時 他說都會去對面 敵龍家打麻將就有消磨時間 他說他的字體沒有人能夠看得明白 除了他的輔導 每一年11月都會跟邵氏一班好朋友聚會吃飯 遺憾這幾年的疫情 沒辦法聚會實在太可惜了 最記得印象深刻 就是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終身承受獎的時候的感言 實在是發人心醒的 導演一直好走就懷念 我們看到 有一些江湖日視 就說蔡元叔和方逸華 是不太適合的 因為就這樣看他拿獎的時候 他就說曾經他是一個 最厲害的香港最賣座紀錄 當時的老闆和蔡元叔 當時的老闆 就簽了一份人工十倍的合同 加人工 立刻加人工 每個人都說蔡元叔當時是 人生 即是香港最幸福的導演 十幾年之後他的電影不賣錢 拍完幾部仆街片 他是這樣形容的 他是這樣說的 然後拍完幾部仆街片 就拍天龍八部 開鏡前一天 方逸華小姐撕了他的通告 說不讓他拍 誰讓你拍天龍八部 入到寫字樓第一句就扔過來 虧了一本 你賠得起嗎 還說坐完 你根本不懂電影藝術 不懂拍電影 於是每個人都說 他是邵氏公司最難堪的導演 不過他勉勵大家 他說人生其實是兩個字 就是寬聲和淚影 四個字疊成 沒有什麼奇怪的 任何人無論 昨天多麼風光 多麼失意 明天天亮一樣 要起來做一個人 繼續生活下去 明天總比昨天好的 這個就是人生 就是這樣 他人生好像打麻將一樣 都有東南西北風 好像他這樣 老到沒得幹 叫你年輕人剩下錢 他說不是好像老到我這樣 連終生成就獎 都頒給我老人 老人牌 都拿起來 那你應該什麼 管他天下千萬事 閒來興笑兩三星 到老的時候 無論外面發生什麼事 管他喜怒哀樂 管他恩怨情愁 全部都當他是菩提名鏡 笑一下就算了 古今多小事都扶笑談中 最後送給大家 他最喜歡的幾句說話 當你回首往事 不因 碌碌無能 而悔恨 不謂虛道連華 而羞恥 你就可以很驕傲 跟自己說 你無悔此生 接著就掌聲如雷 覺得這位老人家是睿智 其實他那幾句 大家真的 我讀都怕脫咳 看著稿 是啊 他出來說 當然有讀過 但你說他失智症 他算是 你想想 在腦裡 充滿文學水平 當然 充滿智慧 他隨便說幾句 當然他這些可能 他自己的座右銘 也不奇怪 沒錯 相當有財情的老人家 沒錯 經常都會拍他當時年輕的照片 說他1959年時的楚源 是非常進俏的 也是英俊 說他1959年 以楚源之名 就是初任導演 他拍謝賢和藍雄 他老婆就是藍雄 當時他老婆拍著 亞洲最迷浮的小生 謝賢先生 合演這個叫胡伴草 坐完後生的時候 二十多歲 英俊英俊英俊 有個小生相 就說他也是英俊 他爸爸就是雄星張活柔 粵語片雄星 不是粵劇片 之前有個報紙是打錯的 因為他爸爸的影響力下 加入了電影圈 六四年 因為股東 那個名字叫吳迴 退股 和白燕識影 他們父子是獨力經營 山聯影業公司 堅持拍攝家庭倫理 和反封建電影 當時是 六四年 華南影后 白燕六四年宣佈識影 最後一部電影 就是山聯的第六部作品 叫封府 亦都是親任監製 兼張活柔 一起演出 這部電影由楚源執導 三個人最後一次合作 成為他們代表作之一 即是 父親做演員 兒子做導演 厲害 六七年 娶了這位南紅 當時我覺得好像有些林智玲的樣子 老婆 有些感覺 臉尖尖尖 美女 總之就是 粵語片 紅星藍紅 五六年加入 光毅影製片公司 認識了正同秦劍學編劇和導演的楚源 兩人相戀九年 在六四年年底定婚 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結婚 兩人的婚姻超過半世紀 是娛樂圈中的無犯夫妻 六九年楚源執導 由太太 南紅 曾江 珠江 沈殿霞 迪娜 合演的《冷暖青春》 電影一開場 楚源坐在命案現場 講解套戲的內容 首發是當年相當新穎 很有新思維 七二年 跟一個好朋友 那個就是李小龍 一代武神李小龍 經常在邵氏探班 和兒時好友 他們小時候就認識 楚源叔小時候就認識 因為他父親是大明星 李小龍也是一個 電影明星之後 他是同星 他也是同星 李海泉 他父親也是明星 兩位同星 父親也是星 也算是星二代 一齊好朋友 七二年是罪咎 原來楚源在家和片場 當時探班李小龍拍《猛龍過光》的 遇到梁朝偉 他表示看中對方 打算合作 結果 八五年離開邵氏的楚源 開拍了一部喜劇 叫做《花心雄杏》 找到梁朝偉做男主角 火拍《鍾楚紅》和《夏文直》 八五年 他有拍電影 在《成龍》那套警察故事中 他飾演大反派 《毒梟》《豬韜》 做得夠奸 結尾 被由商場七樓跳燈飾 鋼管落地的《成龍》 瘋狂追折 令人難忘 記得那場戲 是吧 1991年加入《TVB》 就是拍卡拉OK 當時白頭佬原來有個口頭閃 《古語有魂》 是經常說這句話 是個鼓鼓滑滑 主婦性格的大小孩 白頭佬的形象深入民心 我也覺得他好像周八通一樣 當時盧遠恩也挺漂亮 整個衛蘭 厲害 厲害 你看看照片 每個人都很年輕 是啊 李楚華也是年輕人 原來1996年 當時《西遊記》張偉健 他是飾演如來佛祖的 是吧 有些印象嗎 有 這位老人家 前輩 我相信 你在幕前 看到他在不同的位置上出現 是 搞笑也可以 做導演也可以 做導演也可以 對 你拍一些動作 像阿彤 成龍拍那些 做奸人 奸人 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角色 他都可以做得到 非常重要 做得很出色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他的教育程度 是化學系學士 原來是做研究的 原來是 這些也是 你猜不到 對 你經常說 誰猜得到 他讀那一波 跟他出來 做那件事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啊 不過我看到一些報紙 都問很多 娛樂圈不同的人 好像羅蘭姐那些 羅蘭姐 可能昨天問的時候 都未收到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不清楚 羅蘭姐都說未收到消息 那時候 說到其實 蔡元叔 都特別急 走得特別急 但其實都安場 他不舒服 然後 入院 兩個小時 家人陪同底下 離開 算是一路好走 沒錯 這叫做 懷面一下這位老人家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作品 藝人 有很多光雨影留下給我們 多謝他一直以來 為我們香港的電影圈 電視 演藝界的付出 我們下一節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 拜拜